Hello 大家好 又一個星期 見到今個星期 星期初 在星期一的時候 恒指開出來是21,700 到現在 整個星期完了之後 又是大概21,700 即是說 恒指基本上是有波幅 但是沒有升跌 最後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升跌 中間都是上上落落 但是都是接近二十天線走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投資者的策略 都是繼續炒股不炒市 因為大市也沒有什麼升 也沒有什麼跌 過股方面 投資者可以留意 我覺得有兩種股份可以看看 第一種就是基建股 就是1186 中鐵建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 中央拿了5000億出來 就是要大搞基建 下半年預算了 都會加大力度 去加速基建基礎建設 希望用基建來撐住GDP增長 而三種裡面 1186 PE 低 息率高 有超過6厘息 所以投資者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了 至於另一種 都是之前說過的水泥股 繼續升 收市來說 都8.7度 鬆一點 我覺得有望可以挑戰9.5 甚至乎更高的水平 因為除了你說要搞基建 你房屋 內房那邊都要動 都是希望這樣撐住GDP 內房起動的話 對水泥的需求也會增加 所以投資者都可以想一想這兩種股份 至於大市方面 都是沒有什麼方向的了 都是浮浮沉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如看看個別股份炒 至於你說 車股方面 又沒得想 之前也有些政策出台 就是由汽車下鄉 說接下來有些優惠政策出台 但是見到那些汽車股 升到上來現在這些位置 就不太動 就不太動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不太適宜尖守住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an 今個星期 就世界發生了很多 很突然的事 Boris Johnson 英國首相 忽然間被人逼供 然後辭職 前後都不過兩三天 而事前是沒有任何的跡象 大家都覺得 可能他這個相反 可以安穩 度過到下一次的大選 但就沒想過 忽然間他要下台 未來 因為保守黨的黨魁人選 未決定 所以究竟是誰是Boris Johnson的任人 到現在都仍然是未知道的 還有對於英國的往後政策 無論是監獄的內政或經濟都好 這個都充滿著很多的不確定性 其次當然是星期五忽然間 就發生日本 前首相駱目進三的一個 Train 事件 這個都是大家事前沒有任何的徵兆 或者世界是沒有任何的準備 至於後續會引發什麼後果 或者發展是怎樣 只能夠靜觀其變 這個都沒有辦法作太多的預測 不過回到股市場 當然會有所反應 所以見到股市 去到相比率的阻力位置 都出現一個明顯的調整 但短線來說 調整到50天線的上方 大概是2萬0900點 即是2萬1這些位置 支持力度應該都是挺明顯的 至少見到就是 星期三、星期四 兩天都曾經試過 那些2萬1千2這些位置 但都很明顯 那個賣本買之力度 都相之大 所以短期2萬1這個位置 我相信防守力度是足夠的 那當然就上方 2萬2千5這個阻力位 暫時也都未看到 任何突破的一力氣機 或者未見到任何的趨發 那未來一個星期 需要特別留意些什麼呢 那當然就星期五晚 可能反映著現行的 美國經濟的現況 但只要不會出太多意外的話 我相信對於市場影響 相對有限 反而就是中國在周末出的CPI 還有下個星期 美國出的CPI 可能是一個關鍵的 那美國CPI 大家都認為 其實是相對於 即6月份的CPI 相對於5月份的CPI 是有機會是有所緩和一點點 那就算不是緩和 就算不是下降的話 那指起碼就是那個增長幅度 應該會有所降低的 那這個可以宣援近期的一個加息 或者是其他經濟衰退的一個壓力 那但是那個豬肉就會開始下降 在中國的通脹身上 因為見到過一段時間 其實內地的政府 尤其是物價局 其實都很著意去維持一些物價的穩定 包括一些豬肉價格和糧食的價格 和上油能源價格的穩定 所以大家在估計 可能內地就開始逐步面對一個通脹問題 因為相對於歐美方面的高通脹 其實由去年下半年和今年的上半年 內地的通脹相對來說是仍然溫和的 大個分時間都是二或者二點幾 甚至二流亞都有 但是近這幾個月 其實通脹的數字雖然相對歐美仍然低 但是是持續上升的 那麼去到六月份的通脹 大家擔心可能有機會 迫近三來三以上的位置 還有這個通脹的趨勢 其實CPI上升的趨勢 有機會延續到 就是九月十月十月十一月的日子 那麼對於現行 就是內地的貨幣政策相對寬鬆的環境 可能的壓力和挑戰就會比較大 那麼所以下個星期的CPI 可能就是左右短期大市的走勢的一個關鍵數字 那麼其次就是 就是關於歐美近這個禮拜所炒的一個衰退的憂慮 其實我又有一點點覺得是過濾的 原因就是這個衰退的憂慮 已經令到很多上游的資源 能源或者糧食 其實就是價格開始緩和了 能源包括石油價格 天然的價格可能最後最硬正的 但是去到上個禮拜的時候 都曾經其實是射入特 無論是WTI或者布蘭特特 都曾經是跌破100美元 這個近期比較少見的 因為的確就是如果經營衰退的 需求會下降 需求下降 那自然就會導致價格向下調整 那麼當然上游的價調整 要傳導到中游 即是關於西班 以及下游的零售品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未見到即時的效果 就是上游 原來的資源能源塌得那麼厲害 那下游的東西會立即便宜 沒有辦法見到的 那至於我趨勢形成的話 那變了就是歐美的通脹壓力 應該開始減低了 通脹壓力減低舒緩的話 同一時間就是聯儲局 或者歐央央行 日本央行英文銀行 這類的加息壓力 就沒有之前那麼大 那變了就是聯儲局 雖然這個月我相信加0.75厘 應該都走不走的了 那下一次的議息 即是9月份的議息 會加多0.5厘 這個都是大距離事件 那但是加完這兩次之後 那之後 例如10月 12月這些位置 雖然都有機會加 但是可能加倍 就變成0.25厘 甚至就不加了 去到年底的時候 即是2023年頭的時候 那可能就美國聯邦儲備基金利率 可能上到去2.5厘 這些位置 可能就是這期加息的一個稍為頂部 那如果這個共識開始形成的話 就變了之前被人沽得比較殘的 科技股或者BioTech的股份 其實是有機會翻新的 我們見到就是Next Step的指數 其實近來的反彈幅度 是比BioTech和S&P更加大 同一時間 Next Step裡面的BioTech Index 反彈幅度 也都是優於整體的Next Step的 那似乎開始在美股那邊 有一個Trade 有一個Trade 開始形成 就是看回一些之前 因為加息的壓力 因為成本上息的壓力 導致股值受壓的這類股份 其實開始有一個明顯反彈的勢扎 那當然後續是怎樣的話 我們仍然需要多些時間去觀察 但是選擇一些較為優質的科技股 應該是可以把握到後續的一個反彈的潛力 大家好 看回這個星期行指的手上來說 大約7月份比較是拉腳 但是遊行來說 都未受到外圍的股市影響刺激 有一個比較深一點的調整 簡單來說都是100天線的攻防戰 都是能夠暫時可以守穩在這個星期的低位 差不多是二萬一流上都可以叫做守得到 但是接下來推動的 我想都是比較留意內地的經驗數據 包括消費物價指數 或者是生產物價指數 而美國方面都是 再看回最關心他們的就業數據 但歐美的市場來說 尤其是美國會比較複雜 一方面都要看短的 關心7月份加息的部分 會有變化或市場怎樣去演繹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個也要留意 就是現在開始 大家看到在這星期 美國的10年的債息 曾經穿過三尾樓下 而現在反覆上去 都是反覆的 反覆的原因 其中都是說 尤其是債息又出現倒掛的情況 都很擔心經濟會拉長 會再步入一個衰退 所以這兩者的因素 其實交接著的情況下 究竟現在怎樣去拆彈 可以理順 或者走回符合市場 預期的修正經濟是比較重要的 而另一個階段 其實我們看到 今年來說 美股也是記得這麼深 頭那一半突接 就是因為 覺得應該他們要加息 令他們現在要落實 要去進取加息 這才是給市場做成一個反覆的情況 我覺得踏入下半年來說 在另一個階段 真的要看實際來說 那個夾盈利 究竟在這方面 影響和放緩的深度 會有幾大影響 畢竟在美國還是一個熊市的情況 相信應該第三季一定未完 所以稍後公布的季跡 如果踏入第二季 變數變化一定會有 所以可能會令到 反法來說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或者個別發展 所以這方面 我自己覺得大家還要更加關心 但是港股來說 這個禮拜就硬正 一方面看來利股市的走向 當然也有少少牽動的情況 但如果有一個波幅來說 我想在七月份 關口也會有機會 再甩2萬1 但在樓下我都不排除 因為似乎都 一些強勢股 包括金融 因為這期來說 也有什麼動力 繼續支持他們向上 因為釋加和不加 經濟放緩都好像雙印劍 可能對他們會有一個 比較上官網的態度 反而暫時來看 牽動著大市的橋頭堡 科技股來說 不是想讓中個別發展 但不想讓中跌得那麼深 所以如果這個情況 都繼續出現 我也覺得 波幅是會有的 以及至少現在要升穿 22,000或28,000 會是要儲力的 但板塊輪動方面來說 我們也看到大陸出氣份 主題撤換的情況也會有的 有很多政策 但暫時來說 他們的股價 沒有同樣的政策 出台的破頂能力那麼高 當然這兩個角度看 其實這位置 我覺得如果完全是零 或者是比較上小貨的朋友來說 值得在這些位置去 後位去補貨 或者是繼續保存 我始終是一個不錯的板塊 但有些股份來說 是慢慢開始接力推上來的 例如水泥股 很明顯達入七月份 已經有一個新的動向 其實六月下旬 慢慢都已經確認了 看到底部慢慢起動 其中大家都覺得 要尋找內地刺激經濟的主題 除了內需之外 包括基建或發股的專學債的推動 大家看看 內房股始終很個別性 整體未能夠靠譜 水泥股 也看到第二季水泥的價格 應列而不跌 慢慢施了一個條件之後 應該有條件 慢慢啟動 尤其是基建方面的需求大動 會慢慢判斷反正 加上整體的商品股 甚至乎油股 甚至乎油股 即前大陸第三季都有整換 他們有機會在這方面去接力 這是第一版塊 第二版塊就是 所謂新機現股 現在內地方面 繼續刺激 通訊或網絡的推動 繼續投放資金 例如對皮 在光纖、光纜方面有推動 例如像像全面光纖 這些部分 都是投放資產學 這些經建學部 希望可以需要突免 網絡的滲透率 全國方面繼續走 公布已有一些機會做好 不過今天大家討論的股份 反而是另一隻 就是做支付 三二七八幅環球 近期都是發作液器 主要是受惠於疫情加快 用非接觸式的支付 旗下做 Android 自律終端 和軟建設服務的方向 都頗受境內和境外的試用觀役 因為不太高端 所以不太擔心受到制裁方面的消息影響 可以為不同客戶提供新增值模式 加上估值其實不是貴 我覺得有機會接近七元負近的水平 都值得去考慮 目標價可以看7.9至7.9 紙舌可以擺六個半 亦申請問我本身保持很多人的部分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中俊昌 又是下週展望的時間 剛剛這個星期發生了幾多事 我想都很多值得跟大家分析 或者講一下 或者我們由外衛講起 第一件事一定要講什麼呢 英國Boris Johnson就被想像之中 面對一天逼供就下台 宣佈 短期來說 對於英鎊是一件好事 因為最初都怕它會搞得久 可能爭議很久 但是很快完結了 掃除了一些白明朗因素 英鎊是有些反彈的 但是長期來說 都要留意一下 這個可能會對於歐洲政界 是一個訊號 雖然Boris Johnson 他本身有自己派對門的問題 但是民意或者很多 叫做其他內閣成員 或多或少 有些政治壓力 都是跟最近的通脹 或者民生問題有關 如果這些惡化下去 會不會繼續影響歐洲其他國家 或者他們都會有更大壓力 去做一個加息的動作 這個我覺得很值得留意 另外就是安倍 安倍中槍 在錄影的時候 都未知道 他會不會是遇害的 但是由於其實安倍 他都不是一個現任的首相 也都不是說有太直接的權力 所以對於日股和日匯 也都看不到對日本的政策有什麼問題 不過就可能留意一下 如果他有什麼事 會不會激起日本國內的情緒 因為大家都明白 最近日俄和中國之間都會有些磨擦 如果激起這些情緒 可能會引起一些地緣政治的問題 然後再說美國 見到美聯儲6月的會議要出來 說加0.75% 但是其實這個已經過去了 上個星期 有跟大家很詳盡分享 第三季的事情 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 我的看法就是 那些商品價格其實是回落 7月份應該會炒回 加息預期降低 通脹預期降低 以及股市會反彈 基本上暫時都一如所料 說回港股來計 其實看回恆生指數 也是的 因為之前都提過 會回調6月的升幅 在7月頭的時候 那我初步判斷 今個星期已經完成了這個動作 因為為什麼呢 見到這條上升軌 其實在5月初期間 恆指已經形成了 而且今次也是 輕輕穿了之後 可以收回上去 所以我自己看回 就是接下來 應該就會展開一個 叫做震蕩 或者向上的行程 指數來計 如果你看回均線 和上升趨勢來講 支持大概在21,600 上面的阻力就22,500 大機會升穿 我自己覺得 但是如果你說要點時間 所以可能下個星期來講 指數會比較雜負一點 在這兩個支持阻力之間 做個震蕩 不過板塊有值得留意 第一就是什麼呢 我記得在上個星期 第三個展望的時候 有跟大家提過 有機會發債 的確 星期四的時候 見到彭博的一篇報道 就說 好像有消息指 會大規模發 超過兩千億美元的債 要明白 其實發債 這一步是要做一些 叫做財政政策 而且 之前 基建水泥股 大家見是沒有什麼 炒過的 所以如果 這個政策 慢慢會發酵的話 其實 基建水泥股 過去比較落後 接下來 很大機會會炒氣 即是那些 中鐵 中建材 那些 大家可以留意多些 另外 一定要說一下 巴巴 因為其實 巴巴 星期五 升穿了 之前一百二十元的阻力位 如果你看回 其實它也有一條 很漂亮的上升通道 再加上 如果是衝景的監管放寬 以及去螞蟻那裏 可能可以批個牌 然後安排IPO 一切明朗的話 其實巴巴之前跌這麼多 它本身是很有條件反彈 再加上 其實過去這一個多月 很多大行 都提升了它的盈利預測 那些評論都比較正面 留意一下 如果從籌碼的角度去看 巴巴在一百二十六元八號 這個位置 是有比較大的阻力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 其實長遠來說 它都是會升穿的 所以 如果是想短炒 即是買了短炒的朋友 或者做了探問的朋友 可能就留意著你的位置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gston 林敬咸 和大家回顧一下 剛剛過去一個星期的 港股走勢 在港股在上個月 半年結之前 也是市場比較憧憬 會有你好消息 在七一當時公佈的情況之下 曾經是有一輪的炒作 但是過了七一之後 的話 今個星期的整體的港股表現 反而就是有一個 開始偏遠的格局 後市看的話 仍然比較要小心 六月份 是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指數曾經去過 22,449點 亦都很靠近 自己預測的 大概是 22,500點的位置 之後 開始有個調整 在行指 星期五 是收報 21,725點的 星期五 是升了82點的 而看回整個星期來計的話 是跌了134點的 如果再看回 就 六月底 最後一個星期 即是說 之前的那個星期 其實港股是升了140點的 剛剛那個星期 又再跌了134點 即是說 已經是又再報銷了 是之前那個星期的那個升幅 這個星期的那個 那個港股 最高位置是 星期二的 曾經反彈到 22,198點的 那跟著 星期三 和星期四 那個指數 都試過 下去 是差不多一個月的 一些低位 那 在星期四的時間 曾經最低見到 21,200點這個位置 幸好 是幾天的 都可以由低位 有個反彈 甚至乎 是站得上去 一百天線樓上的 那 現在一百天線 基本上 已經是站了 是九天的了 有連續九天 就站在一百天線 現在的一百天線 是21,513點的 那 看著未來的時間 這個一百天線 會不會就是 九手必失 那 小心點 因為看回整體的成家 那方面 就很明顯是減弱了 例如 星期四的話 是有大概 1,100億左右 而星期五的話 已經是落到 1,058億 有明顯 再進一步 回落 那個情況 尤其是成交 那 如果成交 不斷地下降的話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先前 例如是 不水流入去 那 去到半年結之後的話 開始 沽出 沽出去之餘的話 那整體的大市的成交 也都 開始減少 那 會令到 市場來看的話 就是 出現 致電話來回討 那再加上 對於前景的那方面 是 不是那麼明朗的 那所以呢 也都是入市的態度 是比較審慎的 那後市來看的話 來近個星期 那最主要 都要留意 剛剛的星期五的 夜晚 美國的就業數據 到底那個情況是怎樣 那從而 大家又再預測 到底美國 是有機會出現衰退 還是衰退機會 不是那麼大 而令到呢 是 7月份的 聯儲局的加息 維持是0.75厘的水平 那 在星期五的 就業數據 大家會是 可以有初步的結論在那 那 與其來近個星期的 港股走勢來看的話 都應該會是 牛皮的 不會出現一個明顯的走勢的 那 剛剛那個星期 高低位置的話 大家可以見到 22,198點的高位 21,200點是低位 即是說 1,000點 波幅有成1,000點 剛剛過去的星期 來近個星期的話 都不排除 會有的 只不過高位 到底是哪 我自己預期來看的話 很可能 只不過去到大概 22,000點 就會有個阻力的了 那麼 有個機會 再下試低位的話 很可能 或者會試回 50點線的位置 借近 21,000點 編這些位置 大家 可以留意一下 那 股份 那方面來看的 就見到是 電力股份 是做得不錯的 剛剛過去那個星期 多謝電力股份 包括了華能 國電 中國電力 華用電力 這些股份 都其實不錯的 即是說 包括了 是燃煤的 傳統的火力 和呢 是新能源相關的股份 都不錯的 那麼 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中國電力股份的表現 那 電力股份做得好的 原因是什麼呢 包括了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 曾經公佈過 就是 中國電力行業發展的公告 2022年 都預測 現在呢 今年的那個 電量那個 電量那個 增速呢 會維持在 大概5% 至6% 那這個呢 也是 過去一段時間的話 就是 都是 每年有差不多這樣的升幅 即是說 經濟是出現了 一個下行 GDP 有個 回落的情況之下的話 用電量呢 都仍然是維持的 那這個呢 就對於 電力公司來看的話 會是有個 比較好的幫助的 最主要呢 都仍然在 煤的供應 穩定 煤的價錢 也都穩定之餘的話 那成本減少的話 就對電力公司 其實是有利的 那中國電力來看的話呢 除了是 煤電相關的消息之餘的話呢 也都要留意 他們是剛剛呢 是接收了一些 沒有公司的資產 那些 也都是呢 就在 清潔能源那方面的 發電呢 是有些新的收購回來 那股價呢 曾經呢 是回過下去 是回完之後 兩天之後的話呢 回到十天線左右 這位置呢 跟著出現反彈 那星期三 星期四的時間呢 都有個不錯的升幅 甚至乎呢 是穿了呢 就是先前的五元的阻力位置 星期五有些回落 那大家都可以再等一等 那如果有個機會 落回去 那就是五元邊這些位置 或者五個二島這些位置的話 都其實可以試一下馬入的 那看著目標價呢 就是 上年的高位 大概呢 就是五個四號幾 五個半這些位置 那或者甚至乎 五個六這些位置的話呢 都與其有個機會呢 是可以見到的 大家可以留意著 中國電力這隻股份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郎政見的林家康 今天為大家講一講 來近一個星期廣股的表現了 大家有記住一件事 廣股很多時候 都是受美國這方面的情況影響 尤其是美國的經濟數據 那記不記得大約四個星期之前 美國來講公佈了CPI數據 那突然之間 嘩 市場預期它可能是8.3% 8.4% 避免突然沖了一個8.6%的CPI 即是說通銷壓力非常龐大 所以令到市場一陣去激 美股就連續跌足一個星期 今次今日 禮拜三又要再供 再供到CPI的數據 但今次來講市場預期它 它有可能增幅是8.8% 這是對比上年同期的 在上個月來講它公佈是8.6% 所以如果今個星期三它公佈的 是低於8.8%的話 我覺得美股這方面反應會好些 但如果它真的公佈了8.3% 8.8% 我相信在七月份 美國加息0.75億 無法糾計 一定大幅加息 如果真的這個情況出現 你估計可能又有一段時間 可能下落 所以大家記住 今個星期三要留意 就是美國公佈CPI的數據 暫時來講 恒指剛剛處於保利家通道 中族線附近 在這個中族線附近來說 如果你真的再向上 再走一走一路日升 不妨都可以後悔 會沽貨的 等到它真的回到星期三 星期四的時間 恒指又再跌回保利家通道 在這個中族線之下 才重新再找位合流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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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